朋友们好,今天来欣赏一下我的微月,mini rose 这几颗微月都是我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才买的 买来以后就直接种在户外了 那这几颗微月现在的状态都非常好 现在是它们的第二长花 每一颗微月都处于今年的最好的状态 所以我就把它们集体拍给大家看一看 那种微月要注意什么 早春和夏季的养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我当时买来微月的时候都已经是在秋季 天气已经转凉了 通常呢在夏季的时候 六七月份是那些大型的月季上市的时候 所以微月那个时候不会引人注意 但是到了大型的月季下市的时候 这些微月上市的也比较多 而且也开始引人注意了 这些微月呢一盆里有的时候会有两三个品种 看上去呢小小一盆 但其实它其中蕴含着很强大的生命力 我在许多年前就种过一些微月 我也是很意外的发现 微月是可以在多伦多这种冬天气温有零下 摄氏二十度的这种寒冷 都不会冻死的这个情况下 还可以养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以后呢 渐渐的就买了一些微月来先养护起来 可以说种植微月呢 是我学会种植 在多伦多这个地段 学会种植其他月季 大型的月季所打的基础 那去年的这几颗微月 九月十月种下去以后 状态都非常好 我呢还是胆小了一些 每一盆我把它拿出来以后种的时候呢 几乎都没有分开 只有这一盆黄色的 因为我看出来它非常健壮 我就把它们分开种 就是两颗一重这样种的 结果果不其然呢 今年它就长得特别好 两颗都发得很大 而且开非常多的花 那其他的几颗呢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它们就开了第一茶花 但是状态没有现在好 有些花苞长出来以后 又干瘪掉了 有可能的是因为 在七月的时候 有几天非常爆热 那阳光也过于充足 可能呢像微月呢 还是有一些受不了 我们可以看到 微月其实都是在居室里面出售 在多伦多这里 几乎微月都是在居室里出售的 所以我发现微月 在户外种植的时候 虽然过冬没有问题 但是在夏天如果曝晒 有一些微月呢 会长得不好 像这一颗 呃 淡粉呢 就是这样 反而现在气温降了一点呢 它长得更好看 这一颗 有附色的 这颗 也是 现在气温略微 像下 呃 下降了一点点以后 它长得更好 但是这一颗 性黄色的呢 无论是在 呃 天气比较爆热的时候 还是在 现在气温 稍微有一些 下降的时候 它都是长得特别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健壮的好品种 而且它的花呢 会变色 从 呃 金黄色 橘黄色吧 橘黄色 慢慢的变变 变到最后 变成 淡黄色 而且呢 花瓣的边缘 还会有一些粉红 在后期的时候 所以我舍不得剪 因为觉得它 即使是快要 凋谢之前 都很漂亮 颜色变得更美了 比一开始的橘黄色 还要可爱 在镜头里面 看呢 呃 好像不是那么明显 但仔细看 就可以看出来 它又变成了 呃 淡黄 加上粉红 这个颜色 很漂亮 尤其 从远处这样 看过去 浓浓浓浓浓浓浓的那种 黄 带上粉红的 蕴染 就特别美 而且呢 它也花苞奇多 我想明年 可能它会 长得更大 更漂亮 能够形成一个 玫瑰花墙了 那去年买的微月呢 现在开始 开第二茶花 而且呢 都长得很健康 健壮 呃 可见呢 微月已经完全 适应了我的 院子的环境 呃 只要不出现 意外的情况 比如冬天 过于寒冷 或者是 可怕的 病虫害 只要没有这些呢 这个 微月就会在 我的院子里面 至少呢 会蓬勃生长 五六年 甚至于 七八年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